孩子他点了火 他一定要承受 家人也会做他的资助 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孩子 这我们要称赖 我对各位感到很抱歉 就是我儿子的事情 造成他那么多纷扰 我只跟我儿子讲说 你不但要坦白做说明 而且更要坦诚做说明 不要试图再圆 这是不好的 28号中午知道的状况以后 经过一番折腾 我当天我也跟总统提出请辞 那首先我对各位感到很抱歉 就是我儿子的事情 造成他那么多纷扰 尤其对他服务的单位 立案要调查 这都是很耗贿人力 跟这个成本的 我真的深深表达惬意 不光是对他单位 对我们造成纷扰的 社会大关切的 真的是万分的惬意 那另外这个案子 因为服务单位 我们也知道 已经做立案调查 我只跟我儿子讲说 你不但要坦白做说明 而且更要坦诚做说明 不要试图再圆 这是不好的 那他目前也要这个进度在做 我没有去过问 尤其对他这个单位 没有任何过问 所以我刚才讲的 我们要盖瓜承受 而且很坦诚的 错了就要面对 不管痛苦也好 就绝对要承担 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怨对 所以将来他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 我们都坦诚接受 那另外我个人方面 这几天当了 是有点疲惫 所以那天28号中午 知道的状况以后 经过一番折腾 我当天 我有跟总统提出请辞 那他也当了未留 那这当中我也知道 我现在目前公务的人工作 跟这个一定要切割很清楚 因为一马归一马 所以经过一番思考以后 29号上午春季 那时候已经真的很疲惫 所以请了半天的假 后来到了中午以后 大概正常运作 我也会照程序照走 那到目前为止 我可以保证 我公务方面 暂训本务方面 不会有所疏忽 但大家放心不放心 我不能够予以智慧 但我这几天行程 一切都如常的 从29号下午以后 甚至于包含 周六周日 我一样该要去的地方 我都去 该要开的会议 我一样召开 对同仁的强化 哪边暂训本务的强化 我一样做叮理 可能还有很多区的四方面 我也会一一来做一个排解 这是整个过程到目前为止 第二个 我还是要很感激 很多同仁 尤其我们国防部同仁 都给我资助 我尤其感激我们各阶层 我服务过单位 当包含总统 在副总统肖大使 还有以前 甚至于前副院长 都打电话 还有一天我们军中老长官 几乎 还有丁局长 老长官 局长 他特别都打电话 其他长官 要么就以 传讯 或者要求 其他人员代为 问候 包含委员 也给我鼓舞 我想基于这些原因 我不能再让他们 再进一步的失望 所以我绝对会严锁岗位 克进我 应该要进的本务工作 来把他给强化 我特别跟各位讲 军中跑者 同学 几乎没有间断过 但他也很体谅我 没有太多干扰 我最感动的是以前 58年进军校 老连长 多托人 要叫我 挺住 那我也 对这些老长官 尤其军中跑者 以前付过团队的同仁 长官 我就基于这个原因 我跟各位讲 我绝对会挺住 但事情的处理 一切秉公来处理 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 去预过问 这是我们应该要接受的 孩子他受到的 他点了火 一定要承受 但我跟各位报告 家人 也会做他的资助 因为毕竟他是我的孩子 这我们要撑来 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我并不期望 大家有什么 就我信心要干了 我会做本务工作 还是跟大家保证 部长 多认为担心这是涉及国安局的内斗的状况 我没有这么多联想 事实上我这几年 我有听说很多人讲 有什么 分分找找的 但我们不这样认为 然后而且现在已经在调查 我想各位的疑问 他也会一步一步来做一个理清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 不会有什么设定的 我不这样认为 我个人 那其他的话 我只拜托讲说 如果没有很确认的话 任何的只有说法 可能会带一些分找 但我觉得我也不能劝各位 不要讲 因为毕竟是个 自由发挥 你个人想法的一个社会 多元化社会 但我期望 就是说 一切依法来处理 按照正常运作的话 我想对案情 或对整个事态 会比较 大家能够 都能够接受 都能够了解 从这方面发展 之前是情报人员 或过他的面向已经被曝露出来 或会有所谓的国外疑虑 已经我们要怎么就是这样子来保护 可能你的或是其他情报人员 发生这种事的话 我想这个在他服务单位 经过一个处理以后 他最后会有一些安排 这安排也可能 做调整或如何 我都不会预过问 但这也是一个必然的 不要讲一个情报工作人员 就算一个军人 他绝对也不会 也不妥 让大家知道我是某人怎么样 我想局联也会帮他做个考量 给他做一个适当的处理 部长 这职业生涯 你会说这个是有可能 是不是党人财路 所以这些东西才被丢出来 最起码我在目前 我听到我刚才你讲了 对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党人 我不想认为 因为事实上我跟这些都没有接触 那有人讲没有接触 反正就要党人 那我觉得那这个逻辑讲不通了 因为我连案子都不知道 我怎么去党 这个我要特别跟大家做这个说明 部长 这个职业生涯在官场这样那么久 会不会觉得儿子这事情 好像重伤到您自己的危险 我刚才讲的 重伤不重伤 自己造成的要盖瓜成熟 把这人生的体会 虽然很痛苦 代价很大 但它是事实 我们要面对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说 不管怎么样 火烧是痛的 但我不会帮他什么救火 因为你要盖瓜成熟 但家人一定跟他站在一起 毕竟他是我们的孩子 部长想问一下 怎么看说这个新任国防部长的颜色 陈忠林很满属地这个 企业还有会主委 我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这一方面因为还没有任何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我没有任何设定 好像哪一个来哪一个 妥当不同 没有 这都是 觉得你比重为如何 我以前都是在部队里面相处 在部队里面上都很好的长官 我没有什么 没有想说如何是什么意思 我不了解 你觉得他能接下你的位置吗 因为你在执政的延续 我都能接了 还有哪一个 大家的才能各方面 经验各方面都是很丰厚的 我不做评论 我真的不知道 部长想问一下您的儿子是有报退吗 这个 没有他他现在其实我就想你配合 要很坦诚的面对 也不要发表你个人意见 大不了如果不会 是 抱歉 没有他这个是一个就已经排定了吗 我们利用这个时候也要做一个说明 因为毕竟 将来是新任的总统副总统 我们也有这个必要 也应该 要跟他做一个在国防这一块 不管是目前的状况 未来的重点 要跟他做说明 好吧 了 谢谢 谢谢大家好 有很感谢各位 一感官 histor 医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